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键盘 第二把键盘是这样子的 呃 因为这一把的话是另外一把就给surface的一个键盘吗 这个因为它是有蓝牙的 我前面那一集如果大家有看它是有蓝牙呃就只有接收器的 然后键盘的话我没有买那个鼠标我就买一键盘 为什么就我还是喜欢用这个鼠标呃 它新的那个我觉得没什么特色 我还是喜欢这种馒头的就是这这这个鼠标啊 然后这个的话首先我们讲一讲 哎 你看到跟刚刚那个差别就不一样了 就前面的另外一把 你看这个它是完全还是取就回去那个108件的那个布局吗 对吧 然后曲面还是一模一样没有问题 整个是用一个塑料 反正两把都是塑料都是塑料 那个反正不用想铝合金了 嗯 我真的想是铝合金了 然后这个材料呃反正手感是差不多呃 没什么差别反正都是一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皮革 呃上面的话反正这些 你看这个缝还是做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供微懒的东西吗 我觉得工艺上面不用很担心啊 但这一次呢 有一个小缺点是怎么样 就是没了那个快呃 或者我们可以拿那个另外一个来看 对它是没有那个磁碟的这一次 这次那个就后面这块是是没有的 反正就再来一遍啊 你看到对不上去 我我试过 本来想这样子用也不行 然后后面非常光滑 然后键盘上面你会看到对我这次就更有北欧的几言主义 你看非常的干净利索的一个线条 灰色来讲没那么耐张 能看到灰色非常耐张 而且这次的用的塑料它比较滑 呃底面这块就反正我觉得会耐张一点 然后其他这个是一个感应键 呃呃这次它这个开口有一个做的 但它这个怎么电子开口做的比较好 为什么我这块我这个地方 你看我这个地方有微暗 然后这块就可以说了 你懂吗 就电池也是一样 然后这样按比那个简单 比那个做的好 电池这个板块就很简单的一个物理控杠杆 然后就只要把这块给顶出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蓝牙配对键啊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则是一个普通的那个 卧板就那个啊脚垫而已 好 那一个这块讲完以后 那首先我们讲这个 它在这块是有个白灯的感应灯啊 感应灯的一个亮灯 呃另外第二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有白点 这里有白点 你们能看到吧 白点一 还有二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在这里也是两个白点 你看到 呃对 这样个反正就这两个的话 有时候它是我有 我到现在为止我 我反正我 我前面那把键盘 我买了两个月 这把就买了这把 然后就顺便实验嘛 我我因为个人来讲颜值 我是喜欢这把的 但是布局我喜欢那把这样子 嗯 这个的话反正就是它这个灯 我有时候有一次我吸气看 它真的会亮 然后那个别的地方 我真的没有吸看过 但是它是会亮 但是我现在看白色 我亮灯还是白色 这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有没有开 我并不知道 它有一个那特色在于哪 首先就这些大部分的微软 就是说它这套键盘特色 还是保留下来 呃 键层上面 这个会更长 比起之前那个键层比较短 这个会长一点啊 然后这个的手感又比较 比较弹 回弹 回弹 还有手感会做的更好 比比上一个 呃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手感上 然后其他的 呃 这次一按下去的时候 这一块的话怎么讲 你的桌子要相对来讲 就是说要比较高一点点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按压下去的时候 手腕的承受压力也是没那么大 而且它一样 就是说反正手指的那个剑层 还有那个怎么说 对 剑层 还有它那个布局来讲 也是做的可以的 就是说你不会说我手拉的特别 特别你看 Ctrl加追这一次 非常短 我就我有以前可能是这样子 或者这样 对吧 那可能会这样子 或者是说呃 那个如果我用108件 有些比较大一点肩盘 我可能有时候就按不到 这个还能刚刚好 你看到 但我通常是这样了 我通常这样 这个倒还好 这个是习惯动作了 应该其实正常这样 呃 然后这这两个 它也是做的比较好 就是有时候我这么按一下 这边看一个影片 这边停 或者我看这边就不会说呃 有时候我按完这边 然后这边就怎么讲呢 就说像那个机器键盘的微信键 吗 有时候按这边 按单边的话 这边会好像被拉下去一样 就是说 会那个没那么顺畅 按的时候 它这个分两个其实是很很重要的 这一下 就这条直线 好 那个再说了 呃 这个的话是一个 键键上 不 那个不呃 fn这块的话 它怎么样 我按以前是怎么样 你笔记本 我按一下fn再按相对功能 然后去去调 对吧 它这个不一样 按一下 然后你就可能是说我这次 调音响什么的 这些快捷键都会有 你看 这些都会在都在这里 但是呢 我关一下的时候 它就这些所有的一个键盘 对吧 都会那个 就是说 就直接变成f1到f10 你直接按那个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说 microsoft的你会能感觉到这两 呃 那个怎么讲 两把的一个键盘都反正都大致雷同 只是说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个区别 然后现在这么看这两个是那个呃 开电了时候嘛 这把键盘是自动连接的 那这个我是另外有接收器的 呃 然后也是一样这个键盘呃 有个想知道的 可以看上一集会比较好一点 哦 我有详细过介绍 而键盘上面的话 这一把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长大的话也不会特别大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尺寸上面来讲 其实你们网络都能看了 我就没有量了 它跟钢笔不太一样 呃 我大概大概量下 反正就是一个这把会比较 我觉得应该是偏大 那个是那个46厘米 46厘米的一个呃键盘的一个长度啊 呃其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其他键盘上面有做一个很微微的细调 你看他最低的这把他是比较长的 看到吧 这个的话反正就我用起来是挺顺手 当然我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反正呃用起来反正可能没有没有很下意识的用 但是呃这把键盘我用的时候很少误触 对的 那大概就这样子 其实这把键盘就只能说很简练 对吧 非常简练的一把键盘 对的 好的 那一个这把键盘大概介绍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呃对 或者有什么可以帮我纠正一下的帮我纠正一下 好的 那一个谢谢大家